走 請坐 請坐 大家早安 好 我們 禮拜六早上都是談一點 美國精神 美國憲法 這個題目 相關關聯 所以這個 通常我來說 這個 這個 我剛好在 美國的那個 高中啊 我在美國的高中 就我們到三年級 我們要讀那個 歷史的課 但是 他是必修的 但是他的 他的角度就是 美國歷史跟美國憲法這樣 他是給你看 那個憲法怎麼樣去影響那個歷史 對不對 那 當然我們都可以想到 比較大的一個關鍵就是 其實 其實美國剛開始的時候 美國剛開始的時候 他是有 好幾個那個 代表啊 他們 剛開始有 有開很多會對不對 特別是他獨立宣言 有開會 到了後來要逆這個憲法的時候 他開很多會 那個時候就有 很多的那個代表就是 反對努力制度 今天好像 大家認為說 喔那個時候 情義社大家 贊成努力 而不是很多人反對 問題是 南部是農業州 他需要那個人力 所以 如果要把美國做起來 你就必須妥協 不能堅持那個部分 你堅持那個部分就是 沒辦法聯合 他剛開始就 13個州嘛 13個殖民地把它聯合起來 如果一定要絕對反對努力制度 那那南部的那些就一定 不要這樣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過程 從剛開始的時候 那繼續發展到 我們知道到南北戰爭 後來林肯就覺得說 那這個實在說不過去 所以 他認為反正 人就是人嘛 所以他就宣布 所有的黑怒要解放 南部 誰反對嘛 就是南部嘛 南部的農業州 他需要那個人力嘛 所以 他們就宣布退出嘛 所以南北戰爭就開始 那 那 這個裡面 也都是跟 憲法有關的對不對 因為 憲法沒有 沒有明定 沒有禁止 他們那個黑怒的制度 啊 甚至於那些人就是說 他 他 那些人沒有 沒有國籍啊 沒有 沒有 也不算是我們今天說 我們有國籍有一點意思 表示我可以投票嘛 啊那個時候 那個黑怒當然他沒有投票權 其實 美國剛開始的時候 有 他們的構想是 是 是更限制的更嚴謹 他們剛開始也是 擁有土地 白人擁有土地才有投票權 他們剛開始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你流浪漢也沒有投票權 啊女性呢 女性沒有投票權 黑怒解放以後 女性有沒有投票權 也沒有 女性什麼時候得了投票權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 女性才有 女性才有 投票權 所以 看了 我記得電視上我看了一些電影 結果看了一個電影 裡面有一個女性說 也是美國電影 她說我要去遊行 啊她 他們周邊的人說 你要遊行那個 她說對 我們女性一定要有投票權 啊我太太就問我說 欸這個電影什麼時代 我就說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嘛 對不對 因為你就她講這句話 你就知道了嘛 你就知道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以前那個時候 女性還是最熱門在爭取她的那個 投票權利 所以 到了後來 這個 那個 美國通過的好像是 第 林肯莎 第14條修正案 美國的 憲法 裡面討論了好多年 1787年 才給她通過 那你看美國宣布獨立 1776年 很多台灣學者看美國歷史 她忘記很多重要的事情 第一 宣布獨立不等於獨立 這個大部分的人就 完全誤解這個 美國獨立1776 No 沒有啊 她美國的那個 跟英國打仗 那個時候 以那個時候的交通情形 過了大西洋要用一個多月的時間 這樣 英國跟她打了八年 好可怕 打了八年 所以到 差不多 1784年才 雙方定那個合約 英國承認 美國獨立 這個過程中 如果你 敏銳的觀察 你看到 幾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影響台灣也影響很大 而且也是 很多人 完全誤解的地方 我可以說我只有 今天早上我只有開場白 但是這個地方一定是很多台灣人 搞不清楚的地方 我們也必須複習一下 OK 第一 這個是三個殖民地 他們本來就是 認為 這邊沒有人 早期 都變成英國人過來殖民 而他們當地的人民 就認為他屬於英國的 所以 在法律上 英國 英國也派代表 也是在治理他們 所以他們要宣布獨立 他們 並不是像荷蘭宣布獨立 也不是像 這個南美洲的摩西哥 也不是像他宣布獨立 也沒有像日本宣布獨立 他確定他的歷史來源 他向英國宣布獨立 那我們這個歷史拿到台灣來講 很多人 台灣境內也好 外國也好 都台灣還沒有宣布獨立 有的人甚至於認為台灣沒辦法做一個國家 就確定明確的宣布獨立 我跟林子生就跟他講說 你要向誰宣布獨立 很多人就回答中國 我們又回答說 你什麼時候變成中國 你文件在哪裡 你給我看文件 美國說台灣是未確定的議題 你聽不懂嗎 對不對 江介石過來這裡 OK 1945年4月25號他的軍隊過來這裡 他可以規範10月25號在法律上的意義嗎 任他決定嗎 那隨便在街上我看到一個女孩子 我覺得她很漂亮 我覺得我喜歡她 我就隨便把她抓來把她放到家裡 我就給她講報 這是合法行為 任我決定嗎 我來決定嗎 有這回事嗎 沒有啊 4月25號 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是蔣介石來決定這個 這個法律上的意義嗎 沒有這回事啊 國際法上已經決定了 那是佔領的開始 沒有其他的定義啊 什麼兵吞什麼光復節 沒有這回事啊 國際上從來不承認 對不對 那我也可以講 我這個女孩子我抓來我放在我的房間 七八年我放在那裡沒有人抗議啊 他不知道他在那裡啊 沒有人抗議 那是把我行為變成合法的嗎 沒有啊 非法的就是非法的 4月25號是軍事佔領的開始 沒有其他的定義啊 所以 而且更何況 你也 你也必須做個比喻 你也必須做個擴大的一個了解 如果 投降等於併吞 那伊拉克已經是美國領土 你告訴我為什麼不是啊 如果伊拉克不是美國領土 那台灣也不是中國領土啊 很簡單啊 你必須能夠這個比喻啊 你必須能夠面對啊 啊怎麼會台灣是yes 啊怎麼會伊拉克是no呢 法理在哪裡啊 所以就很簡單啊 台灣光復鞋子不存在的啊 所以我前幾天我在發一些舊資料 我 我 辦公室有 滿坑滿谷的舊資料 我看到一篇文章啊 有報紙上寫的 他就說到底 他是好像是那個簡報是2003年 你看已經 九年前 啊他的報紙寫 那到底台灣地位如何 他是 那我們 我們要好像是中國時報的一篇 到底我們要用外國人來決定 還是我們來決定 那他說我們查的結果 就是財政部曾經在這個 等於民國35年 等於1946年 他已經在問 財政部已經在問 內部在問然後相關的機關在問 到底台灣的地位情形怎麼樣 我們課稅依據在哪裡 啊他們就 回答就說 從光復以來台灣屬於中國 這個破綻在哪裡 這個破綻在哪裡 問題是 攻打台灣是誰 換一句話說 日本國企在台灣下降 是誰的功勞 美國 是美國攻打日本 是美國攻打台灣的 台灣是屬於日本 都是美國攻打的 蔣介石跟美國一樣 1941年 12月選戰 選戰以後 蔣介石有派一隻飛機 一隻船 攻打台灣嗎 沒有啊 我每次碰到歷史老師 我說你告訴我在這裡 你的歷史課本 有沒有寫清楚 中國沒有攻打台灣 這個漏掉了 這個漏掉了 這個是關鍵 都是美國打的百分之百 不是99 是百分之百 所以很簡單 台灣的處分權在誰的手裡 台灣有沒有所謂光復節 是誰來講 是美國來講 絕對輪不到你中國來講 所以這個 全部是一派胡言 他們那個時候講說 我們財政部已經怎麼樣 你財政部沒有資格做這些人事 因為台灣不是你打下來的 對不對 我們打下伊拉克 那還輪到西班牙去討論 東西南北嗎 沒有啊 所以這個又是 我們從 美國歷史 也基本的一個開始 我們也知道 誰在處理什麼事情 誰在 現在 有有有有有權力說話對不對 所以到今天當然 這個在台灣都全部扭曲了 很多人 你美國人有什麼資格講話 我說你中國人有什麼資格講話 台灣不是你打下來的耶 但是他的歷史課本都已經說 他來 接受投降就是等於征服 永無止盡的跟你爭吵 我說 接受投降不是征服 對不對 所以 這個 歷史上這些事情 他們 你知道在那個中山堂 他舉辦那個投降天理 蔣介石的集團 在外面的那個巷子也辦一個 你裡面講什麼 他外面講什麼 就是最後 誰說的就改為蔣介石 那台灣的課本就引述這個外面這一部分 很多事情是這樣 所以他從第一天都開始捏造歷史 他沒有等第二天 他第一天就開始耶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有很大的問題在這裡 那我們看到 我們要跟誰說什麼 就像美國跟英國宣布獨立 台灣 台灣 甚至於那個國際法學者 我們也有寫給他們 我說你說這個台灣必須宣布獨立 問題是台灣要跟誰宣布獨立 我說 你這個論點有一點 有一點不通耶 不過他們就是 不懂的那個戰爭法 所以他們不知道這一點 他們也是 他就是 掉入那個陷阱 就認為說 10月25是 蔣介石自己可以認定那個 那個法理定義 那這個就是完全不同的戰爭法 完全沒有沒有了解 因為戰爭對於那個敵尊投降 什麼中間的行為早就 早就決定這個意義在哪裡 而且還更明顯的是 接收投降不是關鍵 對你在這個中間你還要看清楚 什麼是關鍵 在他們認為說 很多人說 喔 日本向蔣介石投降 我說又怎麼樣 你告訴我 海亞公約 二內瓦公約 是哪一條說 我向誰投降 然後他有什麼權利 你告訴我 沒有這條耶 關鍵在哪裡 征服 雙人征服 征服 征服兩個字 這個才是關鍵 從有歷史以來是征服者才有那個權利 那後來是拿破崙時代過後 也就是差不多 1830年過後 他們就開始談 我們所謂的現在的戰爭法 戰爭法 一個重要的中心思想就是什麼 如何是這個 戰區 無辜的老百姓 受到保護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部分的中心思想 戰區裡面 無辜的老百姓 那邊有人在打仗 啊 這邊我這個大樓 我沒有在打仗 那不要給我亂射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嘛 也不要把我女孩子拖出去 強奸 不要把我男的拿出去 強迫我當兵 這個都是保護到我無辜的老百姓 這個是很大的 那當然也有談到 戰爭法也有談到軍人 打仗 有什麼樣的行為是允許什麼樣的行為 不允許 那這個也是涉及到我們所謂的折磨 對不對 折磨 你用那個毒瓦斯 人家殘死 這個 他們就寫 禁止不可以 所以這樣 所以你要發個子彈過來 你要丟個炸彈 這個是常見的戰爭行為 雖然很殘酷 但是還算 傳統戰爭行為也都有這種 但是你讓人家很痛苦的 慢慢死 這樣就不要了 對不對 所以戰爭法會規範 開始規範那些東西 所以我們從拿破崙時代過後 大概1820年到現在都在談這些東西 那美國精神 他就很早就承認 現代戰爭法是什麼情形 其實在美國跟英國打獨立戰爭 那個時候的歷史紀錄裡面 也有英軍佔領某一個都市 那1778年 1780年 對不對 比拿破崙結束早40年 他就已經有這個觀念 因為戰爭最早的觀念可能 可能追溯到一個學者 在差不多1764年 1764年他寫的一本書有關 國際法的 他有提到戰爭其實這個觀念 他提出這個觀念 不是冰吞應該是戰爭 對不對 一個敵軍過來然後打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就說我不打了我投降了 這個不應該馬上冰吞然後把這些人都變成奴隸 這樣不好 所以他提出這個觀念 所以後來紛紛比較先進的國家 他就採取這個 這個定義到 1907年還公約也有寫 那戰爭法不一定是全部條文化 不是第幾當第幾條 而是很多慣例 這些國家在做 很多慣例所累積起來 那美國的方面 美國這方面的判決是到了那個 也是剛好林肯那個時候 1866年 1866年有一個很 很大的一個判決也是探討戰爭法的東西 因為剛好南北戰爭 南北戰爭 他也談到這個 然後他談到什麼叫做軍事政府 1866年也是那個美國摩西哥戰爭已經結束了 所以美國是佔領摩西哥也佔領很大的一塊 一直到摩西哥市都是美國佔領的 如果你看今天的地圖 你看摩西哥市離加州最南端 可能還一千多公里 美國都達到那邊去 那那個地方在戰後的和平條約 有沒有寫說 有沒有明確的說 不給美國 有沒有明確的說不給美國 他就是說兩國之間的那個邊界怎麼規範 他的美國摩西哥的條約是 兩國之間的邊界怎麼規範 所以就變成新摩西哥州 Arizona州 我們今天所稱之加利福尼亞州 那些都是給美國的 往南就是摩西哥的 所以 美國的軍隊 那個和平條約生效 而美國的軍隊 可不可以就站在那裡翻證 我已經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我的地方啊 不行 他們回去了 那蔣介石說 雖然和平條約沒寫 但是 我已經在這裡 所以台灣是我的 No 國際法上沒有這種法理 要不然你舉一個例子嘛 國際法是 那個戰爭法是慣例嘛 你舉幾個例子嘛 你舉幾個例子嘛 國際上有這樣的解釋 你講給我聽啊 沒有這種解釋啊 所以很多他的 Y768的這個解釋 其實你從 美國歷史 美國創造國家的史 還有各方面 你去做個比較 你也馬上可以看得出來 這樣是一種歪理 不是一種正理這樣 OK 所以為什麼我們 我們可以學一些 美國的東西 也可以了解 國際的一些運作 也可以了解到 一個正理 一個歪理這樣 所以 這個就是回到 如果有所謂的 美國精神的話 就是大概就是 很多事情他下去要求證 他要求證 所以 有三分證據就講三分話 大概是這樣 不要說有 兩分證據講十二分話 這樣不好耶 對不對 跨大 跨大就不好 你要講得很實際 所以 美國人就 就變得做事情 就比較保守 所以 剛開始 我跟我太太 我們在台北開部系班 哇你看 在那個報紙啊 哇 我們就 很實際的講說 在這裡學 我學到什麼什麼 哇其他的部系班 這裡學兩年 等於美國小學畢業 這裡學三年 等於美國國中畢業 哇 我說有這麼好的效果 實在 不得了 他就這樣燈 當然學生都跑那邊去 我們很實際的 寫廣告 來的人不多 你看 他們就可以這樣講 現在也是一樣 我覺得台灣 說不定 教育是 是 有一點客觀 到底人家的程度在哪裡 但是 現在比較不一樣 我們 台灣已經營進了一個 國際考試的 什麼建橋 什麼那些 現在比較有個 客觀的標準 比較好 但是台灣很奇怪 是很多地方就是說 在世界上 你很少看到說 違法的行為 可以在報紙上 公文看出 台灣到處都是 報紙上登很多東西 那是違法的 是不可以的 報紙都登 我也不是在講 因召戰 因為他會寫的 因因約約的有沒有 好 女朋友 你很 你 你邊緣猶豫症嗎 我們派個小姐 跟你慢慢按摩 慢慢溝通 治療你的病 這個 這個什麼意思對不對 一個小時多長 我不是講這個 我講的就是 就是譬如說 報紙上就寫那個 所以寫那個周傳 所以那個借貸關係 那些 你是銀行嗎 你有執照嗎 你有傳遞做這個 我覺得這樣不好 在美國好像沒有這樣 你不是有執照 可以做這個行業的 你不可以登廣告 對不對 台灣你做很多事情 就像 你請人家來 你說我這裡 要蓋個屋子 他就給你蓋個屋子 然後改天 政府就來說 你怎麼有違章建築在這裡 美國人就很奇怪 奇怪 奇怪我委託他 蓋這個屋子 難道他不是 配合法令來蓋嗎 沒有 完全沒有 台灣人要蓋我就蓋啊 你問美國朋友說 那你美國的違章建築怎麼處理 你先 他說什麼叫違章建築 你先解釋給他聽 他查的結果 美國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這個東西 我問我好幾個朋友 住在美國 他說沒有這個東西 為什麼沒有這個東西 每一個做建設的 每一個做裝潢的 每一個 隨便要弄一個木板 一個磚塊 都是有執照的 那你做這個 這個所謂違章建築 那我查到明天吊小子叫 你沒有路窗 你沒有飯吃耶 誰敢蓋 沒有人敢蓋 你跟他說我要四樓 我要蓋個五樓 查不行 沒有人跟你做 不可能做 所以 因為我們以前有一個支持者 他叫蔡崇吉 住在台北南西西路 住在台北南西西路 比我 我跟林子生就六十一吧 他比我們大幾歲 以前有做什麼 那個算大同區 以前有做里長 好像有做郭大代表 也是以前在台連啊 民進黨啊什麼 也做憲兵 他在社會上 也很活躍嘛 他本來是我們支持者 然後 他因為 他兒子也做市議員 他做里長 所以 他那個辦公室 就是齁 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 傳統木頭的那個 茶几嘛 那種那種方式 隨時你去隨時三五個人 就在那裡再討論 然後他想 他有一點做那種 永久那個協調式 或是什麼 他就是協調多事情 因為反正 他有那個社會關係 然後他做過 這麼多不同的 哎我就稍微評估一下 我覺得百分之七十以上 都是違章建築 都是他在協調 人家就跟他講 哦我該這個 啊後來他說不行 啊我就是圖出來 哦我什麼樣 所以我後來跟我太太講 我說 我覺得這個是故意的 這個是故意的 政府就不給這些人 執照然後不執行 就讓你市議員里長 就忙的 沒完沒了 那你就沒時間去反抗 你忙那些就夠忙的啦 而且我可以執行 我可以不執行 我高興我就執行 我不高興我不執行 我看你 隨便我認定 所以我說這個 這個 也是這種 生活的不穩定性 我覺得也很可怕 我太太就說去美國 她去了幾次 她就覺得說 在你家 在你朋友家 在美國 沒有那個 每天金江西西的那個感覺 她說沒有 在台灣 我們每天金江西西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一個電話 我們這個有被拆 我們那個有被怎麼樣 或是我們朋友嗎 或是她本來做那個行業 做得好好的 現在 現在被抓了 沒有執照了 對不對 我太太一個親戚 最近被抓了 我太太就很緊張了 昨天她從南部回來 我要給她安撫情緒 我才能跑來這裡 我就跟她講 遲早的問題 我跟你講過了 遲早的問題 一定會被抓了 她這個是非法的 不可以 我說遲早的問題 她說 嗯 說的也是 我說你 親戚也很不夠意思 親戚檢舉親戚 這個也不好看 他們家的問題很多 我說最好我們不要 加入我們就 我們就搞民政府就夠了 夠煩了 所以我就說這個事情 所以有時候 女性就是要這樣安撫 但是她 她就說去美國好像 我沒有看到你爸爸媽媽說 我外面 因為我爸爸以前弄那種小 你們叫做什麼 綠烏還是什麼 不是 她就想像嘛 她就弄那個 就是可以比較 還是冷的時候 可以開始種一些蔬菜 有沒有 在那個 溫室啊 她做一個小 她就 想像沒有多少規定 就是 查一查 符合那個規定 做個登記者 也沒有說看到你家 看你爸爸每天在求美窟裡 喔 我那個會不會被拆啊 會不會 啊 我這個 呃 縣議員來要不要送個寶寶啊 啊 什麼樣啊 什麼樣啊 沒有看到你 我說我爸爸從來不管 就是 OK就OK了 他說我們在台灣活得很緊張啊 不知道我們那個 那個橋要不要蓋還是要不要拆 還是如果 如果被誰沖走會不會 我們這一區上一次投民進黨 不會給我們再蓋啊 什麼那些 哇 很緊張欸 啊 美國沒有 他說好像坐在一個大的航空母艦上 穩穩 所以台灣很多這種 他整個法理的制度 就是要給人民就是 就是 非常緊張的人後 呃 有很多機會 可以 轉漏洞 然後轉漏洞 那就有 某些 某些人就有好處可能啊 嘛 所以前幾天我們在談那個 台灣有關什麼海關的什麼 下面的什麼一些規定種種啊 啊 有人提出來他說你看 這種東西進口 水可以 12%到24% 他說這樣就有問題 什麼叫做 同一個東西你說什麼 熱水壺 我睡 從12到24 這個就有問題 那我送紅包就12 我不送紅包就24 但是這樣不同 他說如果要改那個 那個法 你就是 熱水壺就是幾% 沒有討論的 就是幾% 如果不是免稅 就是13 不再談 應該是這樣 比較明確 沒有那個漏洞 還有我們 相一起 有很多人在這裡 最近有一些日本人來什麼 我太太 他留在日本好多年 後來他就 你看問那個台灣人 問了很簡單的問題 他都不會回答 我太太就問說 你知道日本官員 下班後你知道去哪裡嗎 沒有人知道 標準答案是什麼 回家了 晚上搞什麼應酬嗎 沒有啊 沒有什麼應酬好搞的 所以你台灣民政府也是一樣 如果要搞什麼 乾淨官員文化 晚上就回家了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你要談公務的事情 都是在辦公室去談 發覺你在外面談公務的事情 不可以 寄過 不可以 不可以 這種文化應該stop 沒有stop 然後呢 你看台灣 習以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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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一個東西叫做 美國對這個很清楚 利益衝突 對不對 利益衝突 我小時候有碰到這個 利益衝突的事情 我小時候有一次去參加那個夏令營 在美國的時候 我大概我們那個時候小學 大概兩週的 兩週的那個夏令營 結果 我也是會 我也是會講話 我很會講話 我喜歡發表什麼 所以大家覺得說 這個人講話 那有時候開一個小會 就叫我去主持什麼 所以 小小的名嘴 OK 我可以做的 你告訴我 反正我介紹下一個節目 下一個節目 下一個節目 所以等到我們快結束的時候 他們有那個最後的那個懲罰典禮 懲罰典禮 他就請我做主持 然後 比如說 第一位 他是犯了什麼錯 所以 要怎麼樣 比如說 我們大家要用彩色的塗料 要把他的臉和身體把它塗一塗 可能這是他必須接受的懲罰 可能別人 必須強迫他吃一隻蚯蚓 所有這些東西 對不對 都要懲罰 問題是 我看得清楚有一點利益衝突 因為 我的名字也在單子上 我的懲罰是說 要用什麼番茄醬洗頭髮 對不對 我是覺得不太好 我把他在中間 我就 當然我利益衝突 我就跟那個主持人就說 那我就稍微移到後面 我就把我的移到最後面 那這樣也可以 我就把我的移到最後面 所以其他我都宣布宣布 現在這個某某先生他要這樣子 那我現在在這裡幾個人抓他就執行 這個人 我們用大的營火 到了最後晚上也黑漆漆的 晚上到了最後一個快到我的時候 我整個東西丟到營火就跑了 對不對 大家不知道 只有我知道 你最後那個 所以我就丟到營火就跑了 反正只要一兩個小時 抓不到就用掉 所以就這樣不了了之 這個是什麼利益衝突 當然我會消滅一切的證據對不對 我說那個事情沒有發生 你的名字在單子上 我不記得 你有那個單子嗎 你丟到營火裡面 沒有就沒有了 那你看 但是台灣很奇怪 那美國很了解利益衝突 台灣這個不了解 我們剛開始在十幾年前 在談台灣的那個移民法的時候 因為前次到我們外籍配偶 我也常常去跟立委溝通 我們希望那個移民法怎麼樣怎麼樣 後來他們就有 裡面有很多規定嘛 社會的改變 和誰可以負責什麼東西 其實 他很大的一個規定就是這個移民公司 凡是搞移民的 凡是涉及到移民 他要有執照 執照是內政部要認定 他裡面必須有人通過 新成立的移民法考試 什麼都有規定一大堆嘛 那問題是現在目前社會上是 很多的那個 我們俗稱 外勞公司嘛 他引進很多外勞嘛 他引進外勞以後 他要去 警察局 或是去移民宿 給他辦他的外交居留證 那按照移民法是不可以 你必須是移民公司 三公司辦這個業務嘛 所以後來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他說你光靠這個檢舉 你就可以很好 每次你進取一件 你就可以這樣 所以等到那個法通過以後 我自己有時候我去移民宿 我看到那個中介公司 就像這個先生他是 搞一個中介公司 引進很多外勞 他的人就是這裡 一次送一百件 一百件 我就問他們 你有移民公司執照嗎 你怎麼可以 而且問貴台 你怎麼收的 這個法是不可以的 你去檢舉 我們檢舉檢察院 檢查院把你的那個 檢查院把你的檢舉函 轉給 轉給那個 內政部啊 他直接轉內政部啊 按內政部說 查不到違法行為 對不對跟我當初這樣 丟到英國差不多 他說查不到違法行為 不是這個 那 反正你自己 既然告 既然提案檢察院 你再等檢察院的回答嗎 那檢察院把你信 就轉給內政部嘛 你再等 一年兩年 有一次你寫信給檢察院 我的案子呢 他說早就給你回答啊 不是把你的案子轉給 內政部 說沒有問題嗎 那你 你會不會很懷疑說 那檢察院在做什麼 所以 你打開報紙 喔現在有什麼案子 喔檢察院你要查要查 那你說那我的案子呢 你如果接觸到很多社會團體 你會發覺 檢察院是完全百分之百沒有用 沒有用 非常選擇性執行 你一般老百姓 連一個編號都沒有給你 你可以去 新政法院 你可以告某一個政府機關 就算你程序都不對 他至少給你一個編號 一個收據耶 那以後法院 法官會判決你程序不符 訴訟標的不同 什麼那些 至少給你一張嘛 對不對 告訴你不對嘛 那你以後 你就研究研究 你到底錯在哪裡 檢察院連那個都沒有耶 你以為是人民的權利 啊這個就是回 但是在我看起來 這個全部都是回到 回到哪裡 回到美國 基本 英文叫做 Conflict of Interest 利益衝突嘛 Conflict of Interest 所以 美國對這個政府官員 也是要了解這個東西 你是在國稅去做事 你組織一個俱樂部 剛好你查集的這些 大公司的老闆 都在你這個 非正式的高爾夫俱樂部 你每個禮拜去打球 你美國這樣搞 絕對開除你 你跟他們在搞私下關係 你是要管他們耶 這是利益衝突耶 對不對 他隨便打電話給你 哎呦拜託不要嗑那麼多啊 對不對 這個是絕對衝突耶 台灣人絲毫沒有感覺 我們 我太太認識 也就是 在各種不同管道 他總是會認識一些財政部的一些官員 對不對 財政部的官員 他那個財政部的官員 每一個太太 不敢說每一個 百分之八十幾 都在做記帳師 記帳師 那 你開一個小公司 他幫你記帳 對不對 你這樣經過 懷疑師認證 再送到國稅局 對不對 他們名字簽在下面 對不對 國稅局一看 武惠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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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莊官員的那個 小姨子 好好好 呃 吳明慧 吳明慧的那個 廖大鵬的那個 那個太太 好好好 這個 呃 這個 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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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聽過 欸 林大 林大 沒聽過 查 這個徹底查 這個有問題 他們內部的 他們不怕 那你說 如果在美國 他會讓你這樣 這個利益 利益衝突 台灣整個社會 什麼事情都是利益衝突 都是人家在 在處理那個 有沒有 然後 那個 立法委員 他的手也伸進去 很多什麼商業行為啊 什麼那些東西 我們以前在跑那個 外籍配偶 我就跑 那個 我都跑那個 外籍配偶的人權嘛 呃 所以 有幾個立委 我們就要常常去到辦公室 跟他溝通啊 對不對 喔 那你寫一寫 欸 我覺得他們很聰明 他們很聰明 他們很聰明 他就說 喔 你們這幾個人都要談移民法 那這樣好了 你們先開會 你們共同提出一個建議書 那我就看看 欸 我覺得這很好 好 因為這裡有那個 我們那個時候在跑 有 有什麼 有一些團體是 搞 外勞的人權 有的在那個 泰棉 泰棉 那個 孤軍 那個後裔 他在跑那個人權 我在跑 外籍配偶人權 有在跑什麼 大陸 配偶人權 你們兩個 一起 一個版本 給我 我就好 跟其他的立委溝通 欸 不錯 這樣 我們就慢慢跟那個立委溝通 他們很好 但是 有的那個法條 寫的 寫的不是 反正他故意寫的 我覺得有時候寫的不清楚 到時候有 都爭論 就譬如說有一條 他就說 你如果 這個也是 為什麼要講這個 我覺得 美國很多法條 他 要求一個 精確 你只要提出說 喔這個不清楚 二人就要馬上 受到感動 喔不清楚應該改 你在台灣你說 喔這個不清楚 他們說 喔這個好 因為他就是要有 模糊空間嘛 他才能嘲弄別人 他才可以說 喔你可以 你不行 他就可以這樣做他的大官 為什麼 我說說 他就是要這樣 所以有一條 他就寫說 結婚五年 每一年在 國境內一百八十三天 沒有不良紀錄 什麼這些條件 申請永久居留 對不對 你聽清楚了沒有 這個 跟本地人結婚 已經居住五年 怎麼樣怎麼樣 等到人家去申請的時候 他就 我一個朋友他就撥回 他說 你只有結婚一年 他說 對啊 他說那你為什麼 用配偶的資格來申請 因為他說 我符合這個條件 我已經居住五年 我有結婚 我不良紀錄 種種種種 他說你沒有結婚五年 他說這個條文 沒有說要結婚五年 他說居住五年 已經結婚 這是兩馬十四 那個官員說 喔不行這樣 我是覺得這樣不通耶 明明他沒有寫 已結婚五年 我昨天結婚也可以 我昨天結婚 是不是符合結婚資格 沒有錯啊 那居住五年 是我個人的事情啊 不行 所以很多那個不清楚的地方 我們都 很多人會認為說 喔他的條文是這個意思 所以等到你去做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 以前人家說 我記得好多年前人家說 我要一些重要的條文 要翻譯成英文 啊這樣外國的公司 就有一個依據 要來台灣做什麼做什麼 我說你可以不用 我說沒有用 因為 你翻譯成英文 有的時候那個 那個 不是他要的解釋 對不對 就像剛剛那個條文 那你要怎麼樣 你要跟他爭 他不理你耶 對不對 不理你 所以你到時候要爭什麼 就像以前 那個 在很多國家 其實 你的居留 跟你的 你的 我在這裡的居留權利 跟我本身的護照是 是沒有關係的 在很多國家是這樣 譬如說 連你台灣人到美國去 譬如說他給你 三年的居留 那你自己本身 你所領的旅行證件 護照可能一年後到期 那個是不相關的 反正你的旅行證件 你自己去延期 那是你的事 台灣不是 如果要給你三年的居留期 他就看你護照一年後到期 他就給你切體 那其實你知道這樣很麻煩 這樣非常麻煩 因為我又要跑居留 我又要跑護照 很容易 因錯養差 我就這個過期 這個過期 我就不好辦了 那後來我們 幾個YCPAY 我發覺那個問題 我們去查那個 相關移民法規 沒有任何這個條文 沒有這個條文 沒有這個條文 沒有那個條文說 你只能給居留到他 那個護照的消息為止 沒有這個條文 所以這個不合理啊 而且國際慣例不是這樣 三年就三年 我演我的護照是我的事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去 因為早期 台北市警察局 還有一些警察局 他會定期跟外國人 去開社會來協調一些問題 大概我帶著人去參加幾次 他以後永遠不開會 因為我們提出來的問題說 你與法無懼啊 你這個行為離可停止啊 對不對 我們習慣見 我說法治啊 你不是強調法治嗎 沒有法治的行為不可以啊 他們一大堆東西都是沒有法治啊 他就繼續做太多了 那你到 你到國家 所謂國家 這個體系對不對 一打開報紙 我前一兩個月打開報紙 他就說 18%沒有法律依據耶 一年三結 給退休軍人的很多福利 沒有法律依據 沒有啊 那你又要問說 那檢察院在做什麼 難道檢察院不知道嗎 那你財政部撥這個款不是賭值嗎 那你立法通過這個 允許這個款不是全部集體賭值嗎 那你其他官員允許這個行為 你只要在這個流程中 對不對 你國庫撥這個錢不是賭值嗎 結果誰理你是不是 所以你說法治這個不是法治 這是很奇怪的法治 而且你人民要插手 要阻止你也沒辦法 這個就變成很可怕 就像 反正現在 他有 很多那個從英國法 拿過來的一些 一些所謂的一些發言命令 我想將來 我們這一部分的美國憲法 美國精神也要學對不對 他譬如說 類似那種執行命令 譬如說我 我記得以前打開那個報紙 那個人說 他在華連或是在哪裡 他在華連附近 結果他就覺得有那個化學工廠在那裡 然後旁邊都有在養鴨子 然後他排的那個 廢水出來 那個鴨子 他說他檢舉 檢舉半年一年 沒有人理他 那你看美國有那種 法院的那個執行命令 你可以直接去發言說 這條這條 這個案件沒有執行 法院命令那個 那個官員去執行 如果沒有做 他是違反法院的命令 法院可以直接給他處罰 甚至於關起來 這個好 台灣絕對需要這個 對不對 有某一條沒有執行 對不對 你看很多環保團體 巧來巧去 巧來巧去 但是沒有執行力 如果有執行力 那直接套那個官員 這個沒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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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少掉 所以有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法治的東西 你還是去了解 一些美國去做的那個 那個方式 他還是給人民一些力氣啊 可以要求做一些東西 當然不是百分之百 我們還可以在這個上面 我們還可以改善 所以 美國憲法 他雖然 沒有多少字 對不對 他剛剛在那裡看 一兩張都寫出來 問題是 他有 他有 兩百年的司法判決 堆在那裡 兩百多年 所以他每一條的解釋 他可以有很詳細的解釋 你可以知道 比較那一條在講什麼 那你台灣要建立一個新的基本法 我想 你沒有兩百年來等 說 這個模糊的條文 到底什麼意思 你必須寫得很詳細 所以你看美國一般糾法 他寫得很詳細 最近我在研究一些糾法 你可以去翻翻像加州那些 而且加州好在他有那個 公投入線 門檻不高 很多議題常常在加州都是公投公投 就是跟著 那我覺得公投有簡單的方法 也有 也有複雜的方法 但是很多簡單的公投的方法 也可以進行 把很多這個 敏感議題都可以丟出來 讓人民直接表決對不對 因為現在的這個民主政治問題 都是那些 代表 都被大的利益團體 就等於被收買去 沒有辦法去反映人民的基本心態 對不對 你就算在美國 美國多少個 外匯資源 就是經濟資源給某些小國 你知道嗎 如果問全美國 你要給那個錢 你想美國的反應是怎麼樣 絕對不要給啊 但是那個國會議員都被他們買走了 他有各種方法送利益 當然那個最基本的那個國會議員 他要的是什麼 他要連任 因為美國總統是兩任 就像目前馬英九也是接下來沒有得選 對不對 美國也是兩任 但是國會議員 無限期啊 這個其實不是很好 可能我們台灣的基本法應該考慮到 兩期三期 國會議員要換掉 美國以前有那個到八十幾歲的 美國國會議員到八十幾歲 有什麼問題嗎 對 問題很大 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的盟友啊 怎麼可以放棄耶 他們都還在講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話 他忘記 蔣介石跑過來台灣也不是他的地方啊 也不是這個中華民國 你可以說那是一個中華民國 這個又是一個 他們那個都搞不清楚 自由中國 自由中國 自由中國一定要支持啊 希望這些人早就死掉了 對不對 還在那裡喊話 不要笑喔 去年 開了幾個台灣的公聽會啊 那些人也都在講這個話啊 五六十歲都在講這個話啊 我們長期上的蒙幫啊 有沒有搞清楚 九金山合併條約 沒有簽署不算同盟國耶 他有這條耶 二十三條 沒有簽署不算同盟國 喔不會 人家聽那個他很高興 他們都搞不清楚 這些人都搞不清楚 所以為什麼 台灣碰到很多糟糕的情形 這些人的歷史也是搞不清楚 那我看九點我們是不是先休息 十分鐘再 再繼續 好謝謝